近日北美上饶商会在圣盖博希尔顿酒店举办了第二届理事会换届典礼 当天的晚会除了有上饶市委常委 统战部长陈宏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谢志波 王洁宜等正要出席以外 还有美国华人总商会会长陈远 美国华人社团联合会 名誉会长张苏九等150多名知名华人社团负责人到场庆祝 陈宏在致辞中向现场嘉宾介绍了上饶市的发展情况 并强调新一届商会班子成员要进一步团结凝聚在在美饶商身边 始终做改善中美关系的推动者 维护中美经贸秩序的守望者 为促进中美各领域交流和两国人民世代友好 做出新的贡献 我相信我们新一届的理事会成员共同努力下 我会全力以赴地做好这一届的会晤工作 积极搭建平台 为上饶和北美两岸的经贸文化 与交流 做出积极的奉献 据介绍 北美上饶商会是饶商联合总会的一部分 联合总会在六年时间内在各地设立了27家异地上饶商会 引导饶商返乡投资项目超过450个 投资额超过1000亿元 为上饶捐款项则超过7000万元 北美上饶商会换届 我们上饶非常重视 我们来了三个代表团 一个党政 一个是商务 还有一个文化艺术团 一方面我们是来表示祝贺 另一方面我们是给上饶 包括我们务员373来做一个推荐 晚会随后还举行了文艺演出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响应江西省委省政府关于文化走出去的号召 对外宣传江西悠久深厚的璀璨文化 开放多元的城市形象 扩大江西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凸显上饶特色 吸引外商来干投资 来饶发展 凤凰卫视十一记者林汉琴 洛杉矶报道